早上早上要吃藥了 妳可不可以把我當一個正常人 當一般人可不可以 結婚本來就是兩家人的事情 那我現在就是沒有 辦法給妳確定的時間 我要怎麼辦 那是因為一直負責下藥而已 妳是受孕激素影響 才變得那種不可離孕 妳明明一起說好不要生的 妳在那邊跟我發什麼脾氣 妳怎麼說講過生小孩事 我現在是講的是藥灰 小朋友可以提送八百克 情況不是很樂觀 妳什麼都想著妳自己 妳的理想 妳的報復 妳的人權 收拾瑞好我們才有辦法 跟老闆大聲說話是吧 妳一定要拿錯嗎 我是想來跟妳道歉 第一次穿這樣 因為妳太Over了 反正就是要裙子啦 還有高官鞋 妳是李小明的妹妹李小文嗎 你好 妳不是要讓美麗就不緊嗎 反正就算一半就不難嘛 對 她說不可忍 適合的 人是來自我 就說不可忍